原标题 蒋经国在上海打击贪污腐败分子 蒋介石 蒋经国 蒋经国对贪官痛恨无比 蒋介石却和儿子不一样 蒋介石对贪官有自己特有的一套方法 而且处理的方式也有点让人诧异 在蒋介石手下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大贪官前大军 此人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 可以说是对他非常信任 而且他的官也不小 被封为上将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用人以浙江人为主 不过前大军是更例外 身为江苏无限人 但依然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要 而且还大贪可贪 依旧安然无事 这个人确实非不寻常 前大军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 也是黄浦军校初期的教官 他最擅长的是军械 因此他在黄浦军校担任的是兵器教官 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后来又担任了总教官 在北伐战争中 前大军立下不少功额 当时蒋介石是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 他是蒋介石手下第一师的副师长 师长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何英亲 而前大军跟何英亲的关系也非常之好 前大军很有能力 也很能干 不过也很能贪 1928年 前大军被任命为松户警备司令 在第二年他就贪了军饷 导致一百多名伤兵闹事 不过很快就被他平息了下去 前大军直到抗日爆发 不断的有人向蒋介石告发前大军贪污 换作其他人 早被蒋介石枪毙了多少回 唯独前大军仅仅是做了降职处分 不过换的职位却是个肥靴 在航空委员会担任参谋长 为什么蒋介石会如此纵容前大军呢 在西安事变中 杨古城的手下冲进了蒋介石住处 使前大军不顾自己安危 指挥卫队反击 自己身受重伤差点牺牲 可见对蒋介 时中心耿耿 蒋介石信任和维护前大军 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其中心 前大军也是个有能力的人 1938年2月 前大军出任航空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个岗位上 他干得见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事 在这年的5月17日 前大军策划了由飞行员徐冠生等八人组成的赶死飞行队 驾驶飞机飞到日本本土 并投下特殊炸弹 一百多万份的抗日宣传单 这是在抗日初期 第一次有外国飞机飞入日本本土 有人说为什么当时不带炸弹轰炸日本本土 实在是因为当时的飞机载重有限 如果带上炸弹 飞不了那么远 不过 虽然在日本投下的是宣传单 但也震惊了日本军部 令全国抗日信心大增 这次飞越日本本土的计划 就是由前大军制定的 可以说 前大军是一个很难评价的人 义正义劫难以全面评价 不过 在跟着蒋介石离开大陆后 却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只担任了一些贤职 前大军直到1982年7月21日 89岁的前大军病逝 对他而言 这样的结局也算是一种善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